價格昂貴的東西被建價賣掉的感覺如何? 中國一位電玩玩家今年9月被朋友建價賣掉遊戲角色 這大概是本世紀最GG的事情了 根據四川高等法醫院資訊指出 河南土豪級玩家呂某讓李某 玩他在遊戲逆水寒中用的角色 根據南華早報報導 呂某為了買這個角色 花了800萬至1000萬人民幣左右 也就是約台幣3400多萬到4300多萬 朋友李某後來試著在網易伺服器上 將角色賣還給呂某 這時刻他犯下本世紀最大悲劇 翻箱以38.8萬元人民幣 約新台幣168萬 結果賣錯玩家更慘的是 還不小心把價格打成3888元人民幣 也就是約新台幣16000多 他的理由 遊戲打太久結果很暈看錯 呂某可想而知非常火大 大家猜猜看他做了什麼呢 非常果斷的提告 他告了全部的人 從朋友李某到買家還有網易 通通告一遍 南華早報報導指出 最終法官在上週決定進行遠端調解網易 撤銷了該交易 並退還錯很大的購買費用 角色歸還給呂某 呂某支付買家9萬元人民幣的損失 大約為新台幣39萬元